虎虎生威 气吞万里 虎年新春驰骋在欧亚大陆间的中欧班列跑出加速度 在中铁连级大连中心站作业现场 一群练就火眼金睛的庄械司机外勤员 坚守岗位保障中欧班列庄械发运 为一带一路国际贸易保驾护航 早上七点 庄械司机王凯准时上岗 顺着楼梯爬上15米高的龙门吊 开始一天的工作 自2012年开始 王凯就是这儿的庄械司机 每天抓取一个个重达30吨的集装箱 他将自己的工作形容是硬核版抓娃娃 在作业中我们需要仔细观察 周五班列箱起情况 是否有危险标志 然后看看这个集装箱是否超载偏载 周五班列集装箱里面放的都是珍贵的货品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 切拿清放防止里面货货品倒塌 那个减少货品损失 一趟趟钢铁驼队的正点开行 需要上百个作业环节紧密配合 在日复一日的守护中 负责递检作业的外勤员安静玉 同样练就了好眼力 此刻他正仔细检查这趟班列的车体 核对相好排查隐患 春节期间 从大连始发的中欧班列安全运行 中铁连级大连中线站的人员 设备24小时不停歇 全力保障装卸作业 确保装载着电子设备 商品车 民生和防疫物资等 中国制造奔向世界 只要有作业 我们都会有人第一时间来作业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感觉到了祖国的日益强大 制造业的强大 在新的一年中 祝愿我们的铁路事业 越来越蓬勃发展 在新的一年中